第39章 人手 12点 小区里依然有星星点点的灯光亮着 对现在的人来说 12点并不算深夜 陆雨晨和谭鲁恩还窝在房间里打游戏 时不时嘀吼两声 一边说支持支持 一边又说 哎呦 我被爆了 你坚持 萱妈妈已经睡了 陆爸爸出差 没回来 萱莫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门 走出小区右拐 到了老地方 那儿 一辆不起眼的金杯面包车在黑暗里停着 老远就闻到里面传来的浓浓烟味 她走近几步 后车门抬起 里面的人朝她招招手 她皱着眉 封闭了嗅觉 上了车 阿鬼关上门以后 继续蹲在一边摆弄着烟屁股 愁了人都憔悴了不少 另外有好几个人挤着 都是颇为眼熟的年轻人 姑奇 这事你办得太冲动了 阿鬼半闪后尝叹 萱莫不作声 他倒不会内疚什么 就是奇怪 没多大事怎么会愁成这样 阿鬼见萱莫表情就知道 她在想什么 打开幽暗的车厢灯 递给她一叠资料 在她翻看时说 这次对方有备而来 而且来是汹汹 别臭了 吹死我了 你也知道 刚才我被盯上了 连我都被盯上了 其他人估计都暴露了 另一边一直很沉默 很寡言 很阴森的 被叫做小龟的男子忽然道 不是估计 是确定 阿鬼一正 不是还有五三和庄婷吗 庄婷从头到尾没打入内部 五三 阿鬼转身敲了几下键盘 刚刚消息 她被人打了闷棍 进医院了 五三 五三怎么可能被打闷棍 所以这事不简单 她也暴露了 阿鬼开始猛抽香烟 他们到底想干嘛 到底想干嘛 你们惨成这样 连对方要干嘛都不知道 薛某忽然道 他觉得很搞笑 毫无目的的行动 难怪死得那么惨 我们不就是为了知道 他们要干什么才这么做吗 你看看 你是最方便的 也是最没被怀疑的 结果你自己放弃了 阿鬼很愤怒 这下要是对国家造成什么损失 谁来负责 薛默耸耸肩 她对这个国家还完全没有归属感 甚至认同感都很模糊 大联盟中虽然还有很多星球上有国家灵力相互斗殴 但是天蝎星系的国家体制早就沉默在历史尘埃中了 连家族观念都很模糊 他们有的是种族观念 种族荣誉 另一个哥们儿叼着烟 拍拍阿鬼的肩膀示意他息怒 转头对薛默道 父亲 虽然我们没强制要求你什么 但是这次你做得太鲁莽了 薛默歪歪头 嘴角微微挑起 似乎是冷笑 你意思 我该忍着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件事情本来不用闹那么大 啊 薛默点点头 她也盘腿随意坐下 假如你们把我叫来 就是为了算账什么的 我给你们五分钟 说完我走 商量一下接下来的事吧 小龟拨开了几个表示无语的人 挪到中心一点 把笔记本放在中间 幽暗灯光下 蓝韵韵的光 把所有人的脸色照得诡异诡异 父亲 这是你们行动组组长 武艺 小龟直指身边安慰着阿鬼的男人 那男人点点头 蹲到了另一边 狭载车厢中 显得他的身影特殊精壮 我 太后龟则 人称小龟 阿鬼插嘴 和武艺击斩 小龟握了握拳头 咬牙道 现在 我负责介绍情况 由于我们市并不大 只是S市部署的一个分部 所以人手也没安排多少 既期这儿 却忽然炙手可热 当然 政府领导的号也有原因 这一届政府班子 普遍年轻有野性 接连出台的措施 把我们市推向了前沿 各种新工业 有潜力地产 招商引资项目越来越多 行了 小龟 这些我们都知道 有人不耐烦 但是武器不知道 小龟的表情都没变一下 好不好 你继续 就像你参加的那次酒会 那只是各种投资项目中的一个不轻不动的环节 另外你所不知道的 还有很多很多类似商业活动 我们不欲控制城市发展 以希望这儿人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投资 但是我们有职责 就是尽量保护我们国家的财产 那些私营企业有自己发展的路线 我们不欲擦手 但是我们国家的企业 土地资源 是绝对不能让外资企业燃手的 这些你们以前说过 你直接说要我干嘛 薛默才懒得知道这些东西 小龟沉默了一下 努力忽视四周的贴相 忽了一口气道 你们交流生同学虽然只有十个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随着他们的入境 陆陆续续有很多我们老邻居人进来 查其身份 提看到很多跨国公司背景 而且名声大多都不怎么样 在这个城西招标的要害点上 这么多跨国公司进来 实在是很让人怀疑 那些交流生才几岁 他们有什么用 薛默还是觉得山野那类人群挺脑残的 完全不足为虑 那几个交流生中 真正符合交流生资格的只有四个 其他六人 尤其是那个山野 都是几个跨国公司boss的子女 明白没 各种小说白痴 老实的摇头 他们说不定 就是来拿我们城西地匹当历练 增加自己家族地位 顺便捞点我们国家的好处 啊 他们要捞 你能不给 不就行了 这么容易就好了 记住 我们是见不得光的 必须安装长手 却又不能让人摸出行径 但是 你们不是已经被各个击破 全部都曝光了吗 小规简直要气死了 所有人都要气死了 他们都有竞争者 我们被发现 不代表他们知道我们是谁 那换批人继续不就行了 说得容易 人呐 你给我 薛默想了想 中国最不缺不就是人吗 夫妻 我们一个是一年不断寻找 不断测验 他只确定了十二个新人 还不一定最终能进入内部 薛默怂怂间表示理解 小规深呼吸 继续的 我们目前已经做好了 这些跨国财团全面提高城西地价的可能 那块地 商业前景实在太诱人了 他们没有放手的理 可是 目前已知有一项的本土企业中 只有少数几个有制裁力的 既然人家愿意高价买 薛默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一次名为公开招商的影子 一定要国家出面 给那帮来扔钱的屎半子 唉 就跟你这么说吧 假如政府是我爸妈 爸妈本来给自家小孩预备了香喷喷的面包 只要孩子们表现好一点 认真做作业什么的就能吃到 结果别家爸妈带着自家孩子在家门口 扒着窗子 饿合粉地盯着你放在桌上的面包 甚至还有几个 毕竟窜着孩子走进你家 企图用远不止你面包的钱 以买的名义 抢走你给孩子的面包 你乐业 薛默努力消化银 好 我们 就是爸妈用来开走那些贼手的平底锅 懂不 啊 我们是平底锅 在理解那些长段前 薛默先理解了那个短句 对 小龟咬牙切齿赞同 行了 你们太赶了 阿鬼上前拍拍小龟示意他下去 我们人手确实不少 但是空闲 没有暴露的 能用上的 五个手指头能数出来 他说吧 环是四周 你们就是那五个指头 后勤全部出动了 行动组本来就只有十个 被借走了六个 休假跑出去一个 还剩一个常住 剩下你们两个 一个老大 一个新兵 接着是新西组罗柯 新西组五号人员 刚刚休假回来 还有就是阿鬼 你就难得出自情吧 最后一次 已经在任务中了 到时候你们出去接应他 说吧 阿鬼已经拿出电话了 罗柯 你这周有重要考试吗 一直在最角落手夹着香烟耍电脑的年轻人摇摇头 没 就是辅导员要查考勤 哦 那你以到圣华实习的名义 给你请一周的假吧 只有一周 阿鬼似笑飞笑 你几乎隔周的请假 还嫌少 好不好吧 罗柯嘟囔 反正任务没完 还得接着请 阿鬼一脚踢过去 打电话找人给请假 接着是宣默 不切 你 接着病假吧 宣默嘴角抽搐 他那模样请假 真是很科幻的事情 不过 反正只是个理由而已 刚打完电话 阿鬼就笑了 不切 你哥真猛 你室友跟你请示阿姨说你身体不好 你们阿姨不接 打电话到家里 你哥接了电话 直接给你请了半个月病假 哼 宣妹妹这名头 不知道还要顶多久 会闭 宣默回到家 陆玉成似乎一直以为宣默睡着 所以也没去打搅 一直没发现他失踪了大半夜 直到宣默换好了睡衣 对面房间还一阵阵传来猥琐的笑声 等等 什么样的生物能发出那么猥琐的声音 或者说是 什么东西能让他哥发出这么猥琐的声音 由于对四周环境逐渐熟悉 宣默已经很久没有用精神力进行全局掌控了 这一次再探进去 发现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只不过两人不玩游戏了 改看电影 那个 应该是电影吧 男性男性和女性为繁殖后代而进行动作虽然繁复 但看在人家很享受的份上 应该不是什么的猥琐事情吧 为什么看的人这么兴奋 全身神经都在亢奋 血液流动快速 大量血液急向他们下身某一点 产生了某些很和谐的生理变化 哦 生物教育篇 已经性成熟的人 看这个确实没关系 用不着在大半夜锁着门看吧 预备回房的某人 忽然想和这个帮他请了半个月假的哥哥 开个玩笑 调和一下关系 于是 他写了张纸条 从门缝塞进去 还敲敲门 笑声嘎然而止 很快传来剪纸条的声音 过了很久 一声短促喷笑声后 是路易辰羞愤成怒的开门声 对着宣墨已经关上的房门 咬牙切至半晒 然后关上门 狂声呼吸 塔路恩看着路易辰恶狠狠地关上电脑 摔在床上 依然忍不住想象 那纸条被路易辰拍在了床上 上面 印刷体一样的字写着 哥 欲火军没你帅 真的 欲火军 就是刚才那本和谐电影的男主角 本集播讲完毕 谢谢收听